西藏军区某陆航旅是三对新人 日前在亲人和战友们的祝福声中步入婚姻殿堂 在高原军营举行了温馨浪漫的集体婚礼 上午八十许 身穿结婚礼服的是三位新郎 迫不及待地来到新娘驻地迎接美丽的新娘 他们手牵着手乘坐早已准备好的婚车赶往婚礼现场 经过多年的恋爱长跑 十三对新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三周年之际 忠诚眷属 携手步入婚姻殿堂 他们每个人的脸上洋溢着甜蜜的笑容 我与我的爱人从相识相知到相爱 一共经历了五年 原本今年六月份给他一场特殊的婚礼 但是由于单位的任务比较繁重 没有如期的举行 让我很遗憾 直到今天 大卫组织了八一集体婚礼 圆了我们的梦想 也让我感受到了大卫对我们的关怀 当时三对新人乘坐的婚车浩浩荡荡地来到婚礼现场时 现场响起震天的锣鼓声 新人们在全体官兵和亲属的见证下 手牵手踏上红地毯在写有爱撒高远清定路航的签名板上签下姓名后 登台接受梦寐以求的结婚证 他们以传统拜天地的形式感谢战友 感谢冰棚 感谢一直默默陪在他们身边的亲人们 我们两个是高中同学 然后做前后说 后来大一的时候是开始在一起 但是他大学去了军校 然后我在地方大学 我们两个的学校呢 大概相距有八百公里左右 然后后来大学毕业 我出国留学了 然后就是他来了拉萨 拉萨到我读书的地方 大概有八千公里左右 所以才有了一个这么八百公里的异地连 到八千公里的异国连的一个故事 新娘王璐阳说 13对新人的故事 诠释着距离不是问题 只要彼此相爱 军人的爱情 同样可以成为最美的期待 他是一名高原战士 嫁给他很荣幸 他是我的骄傲 在以后的工作中 我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他 你保卫祖国 我保卫咱家 咱俩共同进步 西藏军缺谋陆航旅 政治工作部主任刘德波说 军营的集体婚礼 能够鼓舞官兵士气 增强官兵获得感和荣誉感 对军人家属 理解和支持部队工作 更是起到积极的作用 这次八一集体婚礼 是我女深入开展 传承红色基因 担当强军中任 主题教育的重要配套活动 通过这样的活动形式 确保红色基因 升职官兵心中的同时 也能升职家属的心中 让我们的官兵服役边方的决心 更能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 明镜与点点栏目